匯豐指内地经济发展漸趋平稳 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脚步放缓 所以将今年人民币升幅预测 由3%调低至不足2% 是平均或者是平衡的 冯婉薇又说 欧债危机对人民币贸易结算需求有些少打击 但是整体不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也不是单单是贸易的 你也会有其他的 比如我们说投资资金流向 也都是往后 也会有储备资金流向 所以我想整体上来说 是会有影响对于经济 但是对于国际化 或者人民币进一步提升的运用 是各方向不会改变 梅峰预期 今年全球使用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 将会增加一倍 升至到大约4万亿元人民币 又预计在未来三年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结算总额 达到2万亿美元 当中超过一半会使用人民币结算 香港风贫电视记者胡锡文报道